為內地孕婦查嬰兒性別的中介 在深圳羅湖隨處可見 這個中介就隨手在家用雪櫃 拿出客人的血液樣本 以視自己客源多 它還自爆有內地中介會偽造報告教課 這些地下驗血中介乘航城市 因內地實行計劃生育 有人會墮胎選勝便 所以內地禁止驗胎而勝便 不少內地孕婦就透過中介轉到香港 或者加血給他們偷運來香港業 內地海關查處過不少案例 我們發現香港醫生在當中扮演關鍵角色 我們的記者假扮內地孕婦聯絡中介 對方說可以幫我們帶血過關 還會代辦化驗必須的香港醫生轉介信 這樣就可以交給化驗所驗胎兒性別 中介將使館、針筒、保溫箱寄到記者報清的深圳地址 叫我們自己找醫生抽血和寫化驗單 化驗單轉介醫生一籃 印有香港婦產科醫生陳立茲的印象 我們帶著道具血去深圳地鐵站交收 中介拍胸口說會即日混血到香港 不會被海關攔截 我們有鑽車送過去的 鑽車? 對,那些攔截過那些個人的背包 之後中介再到其他地方收另外一個血液樣本 然後進入附近的民居 兩個小時後 他帶著四個保溫箱上了一輛私家車之後離去 記者致電寫轉介信的香港診所 雖然我們從未登記 不過職員很快地找出紀錄 還保證已經收到記者的血液樣本 陳立茲醫生是不是? 是 楊過問就沒有問題了 好,他啦沒問題的啦 他跟你們合作 好吧 那他有拿過來 就是這樣 好吧 那你相信他啦 衛生署說註冊醫務化驗師 在未收到註冊醫生轉介前 不可以進行這類化驗 如果要為孕婦進行產前拖兒診斷 必須由註冊醫生評估和臨床判斷 即是說如果他沒有看過病人 他不應該出任何轉介信 他在任何文件 都有責任保證的文件裡面所在的東西 全部是事實 否則的話 他就違反專業操守 記者表明身份 向陳立茲醫生查詢 任人都是願用名的 但這個醫生的錯誤是否來的 我覺得任人都做到的 他否認指控 更加說有人偽造網站 ina-iba-anima-常從書籍的 和印章 請下 Anschlisten 然後再來一次 麻煩給你們 所有ckt Kate